巨型猛犬高狼犬与坎高犬谁才是真正的斗犬之王 坎高犬肩高可达一米以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斗犬之一 也是土耳其国宝 他的战斗力极为彪悍 黑熊野狼豹子通通是他手下败将 坎高犬脖子上有非常奇特的项圈 实际上他的作用是防狼项圈 野狼经常攻击狗的脖子 牧民直接用防狼项圈保护住坎高犬的脖子与背部 坎高犬战斗力可以说是直线上升 最高纪录一只坎高犬就打退了一群野狼 高狼犬与中亚牧羊犬是近亲 也是世界三大巨型斗犬之一 有人说中亚犬走的是展示线路线 高狼犬走的是实战路线 高狼犬体型比中亚犬稍微瘦一点 爆发力更强 也被称作野狼克星 实际上高狼犬与坎高犬在外观方面非常相似 特别是黄色的 战斗力也是不分伯仲